今天Q&A第一集,我将在这里回答 大家任何关于吉他、音乐、唱歌或者任何你想要问我的问题 哈喽哈喽,大家好,我是Isaac,杨真宇,来自新加坡的创作歌手 平时在我的频道上都会发一些翻唱原创的视频 那之后呢,将会有更多像这类的经验分享或者是教学的视频 那如果喜欢这样的内容的话,就记得点个订阅,然后把小铃铛打开哦 当然B站的小伙伴们记得一键三连 其实呢,我一直想要做像这类的Q&A或者是教学视频想要做更多 然后呢,我在上个礼拜问了大家的问题之后,其实我非常的开心 因为其实大家问我的问题,我觉得都非常的好 蛮多,其实一道问题就可以单独做成一支影片了 我上个礼拜也是一直在筹备说我要怎么把这个Q&A做好 然后就无心中给了自己蛮大压力的 然后后来呢,我就想说,其实Q&A我就以像这样比较casual 比较对谈的方式,这样跟大家聊音乐 我相信也比较轻松 那之后呢,有一些需要更深入去聊的一些话题的话 我们再单独做成影片跟大家聊 其实大家问的问题真的是太好了 收到大家的问题的时候都很开心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的Q&A可能我们也可以比较经常的做 那如果这期没有回答到的问题都会留到下一期再继续回答 所以都欢迎大家继续踊跃的留言 好,希布宇说,吉他弹唱录视频一般都怎么录音啊?需要特殊的设备吗? 那对于想要录音的朋友呢,其实很多时候都会好奇 是不是需要什么设备啊?那我当时刚开始的时候 其实我也有很多这种疑虑 而且碰火都必做了很长时间研究麦克风到底要怎么插到电脑 设备虽然是蛮重要的 你拥有的设备决定了你能够带来的录音的品质 那我觉得关键是在于你的目标是什么 比如说如果是你想要成为up主的话 其实设备呢,永远都不是第一位的 最重要的其实就先开始,先把自己录起来 先习惯就在镜头前面表演的这种感觉 我相信有些朋友可能你们有尝试过录音 镜头一打开马上就觉得切场 我自己也偶然是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跟你上台表演一样,你在台上 就平时家里练习好好的一上到台上 不知怎么的就开始切场 录视频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跟上台表演一样是需要练习的 所以呢,其实最重要就是先开始 不管你的设备如何,就算你只有一台手机 其实我觉得已经是挺好的开始地方 那你就先开始录啊,先上传 然后慢慢再从那里去改善你的录音的品质 下面这个视频呢,是我去年拍的一个 我的Home Studio的一个Tour 带大家就看看我所用的设备 大家有兴趣也可以去看看 之后呢,我可能也会拍个2020年的版本 现在我有整体一些新的器材 那录音来说呢,最重要的三样东西 就是电脑,录音界面和麦克风 电脑就是你的中心啦,你的大脑 那录音界面就是你如何把麦克风接到电脑上面的一个器材 然后第三个就是收音的麦克风 当然还有一样就是你的录音软件 你是用苹果电脑的话就可以使用Garageband 就免费的 PC的话可以用这个软件叫order city 也是免费的,当然功能没有那么齐全 可是我觉得是一个蛮好开始的地方 大家可以先去了解了解 下一道问题吧 听UP说您自常能上日评 可能可以啊,我猜可能我名字太短了 所以还没有火 想问一下UP主学音乐多久了 会不会有时觉得累还有腻 其实我从很小开始 我就对音乐还蛮有兴趣的 当然那时候我不知道 我以前小时候常常会看电视 会有电视主题曲 然后我会就是到那个小镇 我的家乡叫丹南 就在我的婆婆的家 就有一台钢琴 然后那时候我今天小时候还蛮喜欢玩电脑游戏的 然后每次就到丹南就没有了 没有电脑 就觉得挺无聊的 然后就会常常就玩钢琴 就会常常会听到电视上 就在播什么音乐 然后都会试试看用钢琴找出来这样 现在看回去我觉得都是蛮宝贵的经验 都是一些视听训练的一些基础 那之后真正开始学音乐 应该是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小学六年级的时候 我常常就听到我的邻居在弹钢琴这样 然后就心痒痒就一直想要学 因为身边的朋友好像都在玩音乐的感觉 那时候就跟我妈说我想要学钢琴这样 然后刚好升初中的时候 然后就那时候刚好我升初中的时候 就差不多一个月的那个假期 所以就在这个假期的时候 有了一个这个密集的训练 一个礼拜两堂课这样 然后就去学 学了一些基本的钢琴 还有一些基本的乐历 中学的时候 差不多高一的时候吧 就进了弦乐团去学小提琴 那时候不知道为什么 也是就觉得好像是没有朋友都在学音乐 然后就加入了弦乐团 学了小提琴 后来室友带了一把吉他到宿舍 然后我那时候另外一位朋友 交了一些基本的吉他 然后就学了吉他 那到现在 当然那时候工作也停顿了两三年 所以总共加起来也有差不多十二年多吧 那觉得类肯定是会有的 尤其是全职音乐人 那很多人想象呢 全职做音乐一定是非常的棒 对不对 因为能够把兴趣 就是当成自己的职业 那这个呢 其实是一个 我觉得我自己觉得 是一个双面刃 因为呢 你能够工作的 都做自己的事情 当然非常的棒 可是呢 当兴趣变成工作的时候 其实它也伴随一些新的压力 还有烦恼 比方说可能刚开始的时候 懂的歌 那助唱的时候也要接点歌 所以当你歌蛋不够多的时候 那个压力其实是非常的大的 因为好像什么歌都不会 就无时无刻你都要再想着音乐 怎么变得更好啊 怎么跟你的bandmates去磨合 去配合 这些新的压力的烦恼 当然兴趣变成职业的时候 那个能力的提升 就已经不是你可以选择的事情了 是一个必然的事情 因为呢 你要面对的是客户 有时候呢 甚至你会一个活动 需要准备二十多首歌 或者是点个太多 不会感到压力 等等这种因素 能够把兴趣当饭吃 就这件事情而言 其实是非常难得和幸运的 所以我们要调整心态 然后要感恩 也要盛当的增加自己的抗压性 接受因为工作带来的不喜欢的事情 在这一点上面也要去要看大方向 力大于弊的话 我觉得长期来说都还是很值得的一件事情 所以回到你问我的问题 累和腻当然会有 我有我自己的低潮 我就会觉得说没有人看到我在做的事情 或者是觉得很累 甚至有时候会觉得对音乐失去了热忱 可是呢就是因为大家给我的留言 大家的订阅 大家对我说的一些kind words 对我说的一些鼓励的话 这些话都是让我走出低潮的一个全员 所以我真的非常感激 就大家听我做的音乐 订阅我的频道 留言点赞这些 其实对我来说都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的 在这边再次谢谢大家 不厌其烦的谢谢大家 虽然已经说了很多次 真的很感谢大家 假音问题 我们朋友说我也不知道我是假音还是虚 唱起来很飘 假音也唱不好 感觉是嗓子哑合混浊 声音不干净 那另外朋友说 那个陶哲的只是朋友 我用嗚嗚的声音 能不困难的唱上去 但是加了咬字就没那么轻松 会有些卡难唱该怎么练习改正 对唱歌呢其实有一点微妙的地方是 但是他单靠文字叙述的话 其实我们会很难去知道问题的所在 因为唱歌其实很多不同的方面 相互合作出来的结果 之后呢我希望也能够做这样的视频 那大家都可以踊跃投稿 发视频音频给我 那我听了大家视频音频 用他们来做讲解的话 我相信给的建议会比较精准 那大家可能如果觉得不好意思的话 就在投稿的时候也可以跟我说要匿名 哦好不好 那对第一位朋友呢 我相信是闭合的问题了 那但可以先参考这支影片 那有机会我们再详细的去聊 要怎么去改善它 那唱假音的话 其实呢有些原因是比较容易的 比如说 R E U A O 其实是就是关闭式的原因 就是E或者是U 会比较容易做到 所以呢我刚刚说的那支视频 也是建议大家 就是用Close Bravo 就是闭式原因来去练习 所以就E E U U U 这都比较容易 所以你先熟悉这两个 这两个都比较稳定之后 当然你也可以试试看 A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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 比较开放式的原因 然后呢我们朋友说 加了咬字就没那么轻松 为什么呢 其实归根究底就是 原因是相对简单的 就是你的口腔的形状没有在变化 比如说你A就它不会变 这样去练习这个圆音的转换 那我相信就是多练习了之后 这个状况可以改善很多 这跟比如说学游泳好了 跟学游泳一样 你也是先学腿怎么打水 然后你在学手怎么滑水 然后你再把它组合在一起 一样的一个概念 好,下一道问题 声声声小谢说 哎,老粉哦 有没有考虑做吉他或者其他类型 比如声乐编曲的音乐课呢 对想成为音乐人的朋友提三连建议吧 弹棉花的吉他少年说 想学习一个吉他编配的思路 Tommy说,可以出教学吗?太屌了 维克比说,可以出一个弹唱执法的教学吗? 比如往期的说好不哭的前奏啦 那答案是有了 我其实也正在筹备一些有系统的音乐教程 带大家一步一步的去学习吉他学习音乐 那这一套系统的音乐教程呢 会综合我多年来的摸索 一些碰壁,一些try and error 得出来的经验知识 然后把它做成一套有系统的教程来帮助 想要学习音乐 或者是以音乐人为目标的朋友们 那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都在自学 其实我非常了解 自学的朋友们的一些难处和痛苦 那英语有一句话叫做 You don't know what you don't know 就是说你不知道你所不知道的事情 那比如说如果我不知道和弦这个概念的话 我要怎么样去做伴奏这件事情 可能我会要碰蛮多的币 可能我去搜寻也不知道要收什么字眼 这些也发生在我身上很多次 所以呢其实我在有学习的道路上 也非常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有系统的教程 或者是现在有一个导师指点指路 像我之前说的 我之前有上过一些蛮短的课程 虽然就只上了几堂课 那个收益是非常非常非常的大的 希望能够在大家的学习道路上 也能成为这样的一个影响 一起努力加油的 那对于这个频道而言呢 当然我也有计划就制作更多的免费教程 就像飞科比说的 加速阿波克的前奏 或者是吉他编配的思路 比较经验分享的东西 虽然这些就比较不是一步一步来的 可是我相信这些经验分享 也能够给大家一些启发 也会有一些就是小tips建议这样 来帮助大家的学习 好对想成为音乐人的朋友提三点建议吧 我想想 好第一不要放弃 高低潮肯定是会有的 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不要放弃 第二就是今天管理 虽然我们是做艺术的 可是自立门户的话 也是一门生意 所以呢要把金钱的流动 要管理好不要入不敷出 适当的储蓄投资提升自己 第三呢 活到老学到老 学习是非常重要的 不是在于说怕被别人超过还是什么 可是当你在不断学习 自己变得更好的时候 我相信你的作品 或者是态度 我相信都会是一个非常正面的东西 所以要一直不断的学习 还有提升自己 哈啰我是来自未来的Izac 现在正在剪辑影片 刚刚没有发现 其实我已经录了将近40分钟的Q&A视频 觉得每支影片可能都控制在差不多10分钟左右吧 让影片不要太长 所以呢有些问题我们将会留到下支影片再继续跟大家聊 这里现在凌晨5点 然后就先在这里跟大家说声晚安 希望大家看了这支影片 也有学到一些新的知识新的东西 那喜欢我的影片呢 记得帮我点赞订阅 打开小铃铛 B站的朋友们也记得一键三连咯 那我们下次再见啦 拜拜 by bwd6